待會我們要來做第四項 我們要建立表格 那表格的話,剛才有同學 我先請你按Enter,再請你去格式化 所以現在這邊是原本的大小12 所以我待會如果要插入表格 插入表格 方法一是這邊有格子 直的叫藍,橫的叫列 假設這樣叫做六藍,直的叫藍 橫的叫列,所以六藍是列 我待會如果要三藍五列 你只要滑到三藍 你可以先決定藍,再決定列 點一下操作,點一下它就成功了 理解意思 這個是產生表格的方法 好,那如果待會我要再練習第二個方法 同學這個地方你要游標注意看 待會我要插入點,不要停在這邊 如果你要停在這邊,插入表格 我待會要插入的是其他表格 你會變成這個效果 有沒有感覺 所以待會我要練習再插另外一個表格 中間一定要做區隔 這邊也不可以 這邊也不可以 你看我現在插表格它不讓我插 聽懂齁 所以要幫我多按Enter一下 OK 好,待會插入表格剛才是方法一 就是剛才用這種方式 它最多來到十藍八列 假設待會我要練習的是插入其他藍列 好,那假設我故意練習好了 我待會要的是,假設我要五藍十二列 舉例啦,五藍十二列 所以我點這一個,插入表格 點一下 三藍十二列好了 三藍這邊是五 所以我往下降可以變到三 假設我要十二列 因為我剛才說那邊只有八列 我要十二列 這邊請各位你可以用這個箭頭點 或是滑選這個數字 你不可以點喔 點的話你就要點對 你要在前面還是後面 所以我喜歡選取之後做事 甚至我喜歡按Tab鍵 Tab鍵就是到下一個格子 它就幫你反白選取 輸入你要的 不要你那個二 就打入你要的十二再重打 聽懂喔 不要為了去插入點點到二的前面 不用多此一舉 因為數字很好打 當我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出來我們的要的好多列 理解意思嗎 好,那待會這邊 我們請各位再練習一個功能 我待會要留住上面的 下面這個不要 所以我要刪掉表格 雖然復原鈕可以 可是我要讓你學會如何刪表格 刪表格的動作是全選表格 來到這邊 點一下 灰灰選到了 不可以按Delete鍵 不可以 請你用鍵盤的倒退鍵 倒退鍵才是三 我先說明喔 你可以刪一藍 這個符號叫做一藍 按倒退鍵 它可以刪整藍 假設我這邊滑選 有沒有刪掉 倒退鍵可以刪單藍單列 整個表格都可以 多藍多列都可以 那全選就是這個符號 按倒退鍵就可以刪掉 到這邊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好,那同學待會就幫我留住 我們上方的那個 如果你要重新唸 你可以整個滑選 如果是這樣就不用 就不用 那個,如果你涵蓋的是全選表格 如果你是涵蓋上下有段落的 只要你選取 按Delete鍵或倒退鍵就可以了 OK嗎? 好,那這邊我說明一下 如果你剛才 好,我現在先刪掉喔 如果你剛才 事後之前 我叫你 我先把我的名字改一下 好,同學 我剛還是先請你按Enter 如果你事後才按Enter OK?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插入了表格 有沒有好大格 有沒有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有繼承的概念 它繼承跟剛才一樣 連我待會要打的字 它都會變顏色 而且有底線 如果是這樣 請各位 一開始你知道你已經按Enter了 沒關係 請你用常用的橡皮擦 聽懂齁 再按Enter 或者 剛才的全選表格 好,我先按Enter齁 已經做了 才發現做錯了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全選表格去用橡皮擦 也可以 這樣懂意思嗎? 好,那可是這個 你也要自己再按 它才會變成真正的 OK嗎? 好,來 請各位表達 我要說的動作 練習 這個橡皮擦的概念 你可以故意練 插入表格 方法1 3乘5到這邊 游標點到這個最後一個段落 再按Enter 插入的表格方法2 去控制隨便你要幾籃幾列 只是我要讓你們按Tab鍵 去控制隨便的列數 練習3 一欄 倒退鍵 刪除多列 倒退鍵 刪除全部表格 點選按倒退鍵 這個要很會 OK嗎? 好,來給你 周間 2 2 4 4 煙 6 5 6 1 5